牛肉是生活中较常接触到的食物,营养价值较高,富含蛋白质,口感嫩滑,神兽人们喜爱,牛肉的烹饪方式多种多样,许多人进食牛肉以滋养身体,但是也有部分人不适合进食牛肉。 下面就来了解一下那种类型的人,不建议只吃牛肉,作为中国第二大肉类食品,牛肉出现在各大餐桌上,牛肉中的氨基酸组成接近人体需求,可以吸高继体免疫能力,帮助疾病患者恢复身体健康。 另外牛肉的补适效果,以及修复组织能力比较强大,适合哈东时节进食,可以有效暖外。 一,中医人们,牛肉可以强生健康,补中益气,有效改善品血症状,但是牛肉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,身体过度虚弱,有皮肤病,或者重大身体疾病的人,应该既吃牛肉,很容易适得其反,加重病情。 二,牛肉不适合经常食用,最好是一周一次,消化不良,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并不适合,会加重消化负担,容易导致肠胃疾病加重,甚至是以发肠胃炎,另外,也不建议幼儿食用牛肉。 三,牛肉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,胆固醇在人体中堆积过多,很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,中年人或者老年人。 不适合经常食用,特别是患有高血脂,高血压,高胆固醇的人,应该少吃牛肉,以免加重病情。 牛肉处于红肉,含有恶处隐权,摄入获得对人体健康不利,不适合肝病,肾病,皮肤病患者食用。 四,刚刚做完肠道手术,胃肤手术以及蓝肺炎手术的患者,容易影响肠道的消化功能,以时尚薛和清淡少油,最好选择饭流汁食物。 这个时候进食牛肉很容易加重病情,不利于手术窗面的愈合和恢复,因此刚做完手术的人,不宜进食牛肉,生活中许多食物富含营养物质,但是需要根据人的体质, 以及不同情况,才能确定是不是合进食,了解多一些饮食禁忌,要助于保持身体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